好 那么接下来要进入到 学系统这块 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板块了 那边是醋你学药和 抗你学药 一醋一抗 一对矛盾 所以呢 很多人学到这里就觉得 天呐梦圈 捋不出头绪来 一团乱麻 所以呢我们首先 要帮大家拎清楚 好那么请大家观察这个天评 我给出了一个天评 想通过这种形式让大家理解 我们体内的 凝血系统与抗凝血系统 它们之间的关系 大家看天评的异端是我们的凝血系统 凝血凝血 故名C是促进血凝固的 它的生理意义是 形成血栓而止血的 明白了 它的作用是 促使血栓形成 而止血的 所以凝血系统 你也可以叫它止血系统 那么这边 天评的另一边 有两个系统 这两个系统呢 包括抗凝 系统和 鲜溶系统 抗凝 顾名思义 对抗凝血的系统 OK 也比如说抑制那些 凝血因子的 它的生理意义是什么呢 是保持血液不会随时变成你血块 保持流体状态 OK 你确保它能转起来 鲜溶系统是干嘛的 鲜溶是让已经形成的血栓怎么样的溶解的 它俩共同的意义是保证血液 血流通畅 不会使血液变成果斗 对啊 大家可以把这个知识点生活化一下 比如说我们家里的水管子呀 暖气管子呀 这些管子时间长里面是不是会有水垢 然后会把管道给堵掉 然后就会出问题 我们能活100岁的话 我们体内的这一套血流的通路 却不会堵 那么这个系统功不可没 也就是抗凝和鲜溶系统是功不可没的 好吧 那他们的精确的动态的平衡 可以确保我们的血液在该凝的时候凝 不该凝的时候不凝 比如说出血了 它该凝去止血 如果没凝住就会有出血倾向 那不该凝的时候如果凝了 那就会导致血栓形成 比如说心肌根死脑根死 OK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药就是在影响这个天平的两端 把失去平衡的天平调回到正常状态 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们的抗凝系统 其实就是防血栓形成的 而我们的猝凝系统就是用于止血的 那么就这意思了 好的啊 明白了这个关系 那么接下来我将要通过一个示意图 把这组药物整合在一起 通过接下来的示意图 你就能够明确他们各自的作用把点 就对整个的 他们的各自影响的环节了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呢 是我们体内的正常胜利过程 比如说 当我们削苹果的时候 插手上拉了个大口子 然后咕嘟咕嘟开始流血了 也就是有血管损伤 开始出血了 那我们机体将会启动我们的凝血系统 会激活 就是只要血管一损伤 血管那皮会释放很多的物质 好吧 会释放很多的粗凝血物质 就会激活血核板 同时激活 凝血因子 凝血因子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血中的一些个 有活性的蛋白质 蛋白分子 OK 这些凝血因子是由肝脏所合成的 其实就是我们血浆蛋白的一些个品种 那么血腰板和凝血因子 共同努力 就可以使血液发生凝固 形成血栓 从而把正在出血的那个血管给它堵了 就是在破口周围形成一个血块 把那个破口给堵了的 这样我们的血就不出了 所以比如说下次如果你削破手的时候 淡定一点 你就看着它出 你就等着它出 出一会儿它自己就不出了 这就叫生理之血 明白了吗 好的啊 然后止完血之后 这个血块不能老跟这待着呀 老跟这待着会形成一个 血流的一个阻塞 是这样吧 所以呢 一旦血栓形成的话 就会激活鲜溶系统 鲜溶系统的主要的两个角色 一个叫鲜溶煤圆 带圆字的是没有活性的 鲜溶煤圆就可以被激活为鲜溶煤 鲜溶煤是有活性的 鲜溶煤就可以让血块里的那些纤维蛋白溶解掉 那么它就可以使血栓溶解了 所以下面这个路径就是所谓的鲜溶系统 好了 现在大家知道我们体内正常的这个 鲜血过程与鲜溶系统 它们是怎么去工作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个药物 分别是作用于哪个环节的 大家最熟悉的是作用于血小板的 比如说我们有抗血小板药 通过抗血小板 使得我们的血液不那么容易形成血栓 就可以预防血栓形成 比如说ASP0 对吧 双蜜达默 这些药物 比如说ASP0是用于心血管 终点事件的一剂预防 就是预防心肌根子 预防脑根子 把小剂量给都要终身服用的 它的作用机制就是抑制血小板的激活 好啊 然后接下来 下一组 下一组药影响的对象是拧血因子 啊各位 是拧血因子 影响拧血因子的药是一大组 有促拧血因子的 有抗拧血因子的 我们来看都是谁呢 首先 促拧血因子生物合成的是维生素K 所以这是加号 看到没有正号啊 也就是VK的作用机制是 促进拧血因子合成 让血中的拧血因子的量增多 明白吗 使拧血因子的量增多的话 就可以很好地去止血 所以维生素K属于止血药 接下来 滑反铃和甘素 大家看这都是负号 也就是滑反铃和甘素都是 抑制拧血因子的 但是它的机制不一样 滑反铃的作用机制是 抑制拧血因子的合成 其实它的作用拔点 跟维生素K正好是结抗的 VK是促进肝脏 合成拧血因子 而滑反铃是结抗VK 抑制肝脏 合成拧血因子 让血液中的拧血因子少一点 那血液就没那么容易形成血栓 我们该知道滑反铃是 抗宁的江湖中的 这个江湖老大 对吧 一线药物啊 可以长期口服 长期抗宁的 一线药物 好 滑反铃之后 下面还有一个是甘素 甘素啊 它呀 它是直接注射给药 给到血管里 它可以把血中的拧血因子 给迅速给它灭火掉 迅速把血中 现有的拧血因子 都给它灭火掉 这样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拧血了 所以甘素的起效更快 作用更强 可以迅速抗宁 迅速阻止血栓形成 所以它更多用于 急性血栓栓三线疾病 OK 所以大家看到了啊 这三种药 维生素K 滑反铃 甘素 都是去影响拧血因子的 好 那么接着来还有二 再看这里 炼金酶和尿金酶 这种栓药 我们大家非常熟 当然现在临床上 已经有很多的新药 要取代它们了 但它也叫酶 这就是技巧啊 叫什么什么酶 就是阿提普酶 瑞提普酶 什么什么提普酶 这些酶 它们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就是我们给一个患者 用了尿金酶炼金酶 这个药就可以把患者体内的 鲜溶酶源 激活为鲜溶酶 然后鲜溶酶就可以让已经形成的血酸溶解 所以它就是溶酸药 比如说心肌梗死 光状动脉里长了个大血酸 我们如果在窗口期紧急给予 鲜溶酶激 就可以把刚刚形成的血酸给它溶开 使光状动脉再通 能理解吧 好啊 这是溶酸药 所以大家看啊 像甘素和华法林 是让血酸不能形成 重复一遍 让血酸不能形成 通过抑制泥血因子 阻止血酸形成 而尿金酶和炼金酶 它们的作用机制 是让已经形成的血酸怎么样啊 溶解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那么它临床所适用的情况 也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组药次在这里 看看 安甲本酸 安甲环酸 这都是老药了 我们非常熟的质血米 对不对 安甲环酸现在 居然被有些 那个微震型行业 用来作为美白剂 对 就它 包括什么 永南白药的牙膏里面 因为添加了这个安甲环酸 有一阵子还被各种攻击 说你明明是中药的品牌 加的却是西药的成分 对 就是这个安甲环酸 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呀 是直接抑制鲜入煤 看啊 鲜入煤是让血栓 溶解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手术中 或者是 比如说我们 拉了个口子 正在出血 正在出血的时候 我们需要血栓去止血 我们不希望血栓被溶解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安甲环酸 安甲环酸可以抑制鲜入煤 让局部的血栓 不溶解 也就是让局部更好的去形成血栓去止血 能理解吧 所以它又叫止血名 可以用在局部的 用在局部 用在哪 就可以让哪的 更容易凝血 然后更不容易被先溶掉 OK 促进止血的 好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借助这一张幻灯片呢 把这些药 整合了一下 这样我们就可以 怎么样 在接下来的复习中 不会迷路 那么接下来我们挨着看 首先是促进血药 一般促进血 就是促进血栓形成的 也就是我们叫它止血药 第一种呢 是维生素K 关于维K 天然的维生素K呢 是K1和K2 像我们体内 平时的维生素K 一部分靠食物中摄取 另外一部分靠肠道内细菌去合成 食物呢 K1主要在绿色的植物中 另外 要知道 我们肠道的正常菌群 跟我们是一个寄生关系 所以它也要向我们提供一些 特别重要的维生素 就是K2 好啊 然后这些维生素K 作为脂溶性维生素 它要想吸收呢 就需要散支 去吸收 讲到这儿呢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比如说 如果我们长期使用抗生素 把肠道内的正常菌群 都给破坏掉了 肠道内没有足够的正常菌群 就没有长远性的维生素K2 那么机体就会缺为K 缺为K 就会缺凝血因子 因为我们再次强调 这个肝脏合成凝血因子 必须的维生素是维生素K 所以缺凝血因子呢 就容易有出血倾向 比如说牙龈出血 皮肤的愈点愈斑 子癫等等 OK 好的啊 当然除了抗生素质 破坏肠道正常菌群之外 包括一些肝胆疾病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胆道根素 胆道根素胆结实了 那么胆汁就没有办法进到肠道 是这样吧 没有胆汁的帮忙的话 那么维生素K是没有办法被吸收的 那也会因为缺为K而出现出血倾向 包括肝病 大家都知道肝病是不是有出血倾向 是因为肝 凝血因子是肝合成的呀 肝脏有毛病就会缺凝血因子 就会有出血倾向 我们说了一下 这是自然来源的维生素K 那么我们临床上用的K3K4呢 是人工合成品 它是水溶性维生素 好 然后下面我们来看一下VK的药理作用 其实我们都已经讲过了 一句话 促进肝脏合成凝血因子 具体来说是促进凝血因子2790的合成 我知道你会觉得这些记不住 记不住我们就不记 最起码你知道促进肝脏合成凝血因子就可以了 然后呢 它的临床应用 哦 我知道我先问一句 请问啊 如果我削苹果 划了个口子 咕嘟咕嘟在出血 这个时候你给维生素K 有意义吗 能止血吗 不能吧 哎 那你说明明你叫止血药 那你怎么止不住啊 出血分不同性质的出血 看啊 这儿咕嘟咕嘟在流血 而VK是先要促进肝脏合成凝血因子 对吧 凝血因子得入血 然后才能起效 这原水也解不了尽可 明白了吗 所以维生素K是不可以用于那些 那些急性的出血的 它虽然是止血药 但是它是用于什么 一些自发性的出血 比如说 用于治疗因为缺维K 所以引起的自发性出血 还用于治疗口服 抗拟血药过量 所以引起的自发性出血 这里说的抗拟血药 就是滑发力 滑发力是解抗维生素K的 如果滑发力用过量了 拟血因子 合成太少了 就会有自发性出血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VK去解读 明白了 总之维生素K是用于低拟血因子 就是血液中拟血因子太少 所导致的那种自发性出血 OK 比如说缺维K引起的出血 介于这几种情况 所以你看 其实难的不是药 而是这些病 对 作为药师 你要想掌握这些药的 药理作用 第一得对药手 第二还得对病手 就难在病这块 那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比如说我刚刚说过 长期使用广泼抗生素 导致肠道正常菌群被破坏 肠原性的维生素K的缺乏 导致低拟血因子 就是我们说的 体内的拟血因子太低 低拟血因子 导致低拟血因子 所以有出血倾向 还有就是我们说了肝胆疾病 比如说梗塑性黄胆 胆漏 反正那就是肝胆的病 缺胆汁就 VK没办法吸收 吸收不了不起作用 也会导致肝脏无法 和成尼血因子 包括脉性腹泻 都泻出去了嘛 也会导致VK的丢失 还有就是广泛的长段 切除术后 肠子都切了 肯定会缺VK啊 对吧 我们的VK就是 从食物中摄取 还有新手 对新手很重要啊 维生素K是不可以过胎盘的 但新手儿肠道内 经军群又完全没建立啊 新手儿刚从母体子宫里出来 肠道内是无菌环境啊 所以会缺VK 缺VK的话 低拟血因子就容易出血 比如说新手颅内出血 总之一句话 因为血中拟血因子太低 而导致的那种自发性出血 我们可以去补VK 明白的意思了 不VK啊 还有滑发磷过量了 可以给VK 那么VK还有一个 比较特殊的用法 就是胆道回充病 隐气的胆脚痛 用它只是一个对症作用 好 这是它的临床应用 下面是不良反应 它的不良反应也是 可以多而重的 可以多而重 首先如果静脉给维生素K1 速度过快的话 可以导致颜面潮昏 呼吸困难 胸闷血压 皱降 导致血压皱降的 非常危险 所以我们原则是 能口服不注射 能脊柱不筋脉 这是我们的给药原则 那么维生素K3K4 去口服的话 它是有很强的刺激性 口服可以刺激胃黏膜 引起胃疼 那如果脊柱呢 我们知道也很疼 大家打过VK吗 肌肉注射会引起局部的疼痛 打屁股屁股疼 另外 给维生素K如果剂量过大 会导致溶血 溶血就是红细胞就都破掉了 红细胞在血管里就都碎掉了 OK 这是它一个比较严重的不良反应 就是给VK可以 如果给的剂量太大 可以引起新伤而造成而 其实就算是成人 也可以导致溶血 这是VK的不良反应 好了 VK我们就介绍完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另外一个止血药 那么就是 胺甲本酸和胺甲环酸 我先给大家一个极简版的一个介绍 给它极简版 极简版就证明 这是需要大家去掌握的 来看一下 胺甲环酸和胺甲本酸 它的作用机制是作用于鲜溶酶 明白吗 作用鲜溶酶酶 使鲜溶酶被灭活 从而使血栓里的纤维蛋白 不能被溶解 使血栓不被溶解 能理解吗 好 也就是抗纤维蛋白的溶解 纤维蛋白是什么东西啊 大家看啊 这是一个拟血块 血块 大家见过血块吗 见过血栓吗 那血抽出来 放在这一会就变成块了 变成血豆腐了 对吧 那个血块里面就都是纤维蛋白 这些纤维蛋白像蜘蛛网一样 网罗血细胞 就会形成凝血块 而我们的这个鲜溶酶 是让纤维蛋白溶解的 所以可以让血块溶解 而胺甲缓酸是 看一下 它是 与鲜溶酶上的 赖氨酸结合 结合之后 阻断鲜溶酶的作用 从而抑制纤维蛋白 凝块的裂解 阻止血栓的裂解 而起到止血的作用 明白了 比如说树中出血了 哪叉出血了 局部可以涂一点 胺甲缓酸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临床应用 那么它从对症的角度来讲 它是抗鲜溶的 所以它就用于鲜溶抗净 所致出血 比如说 脏气的外伤啊 术后的出血啊 鼻出血啊 口腔局部的止血啊 就占点那个 胺甲缓酸王局部EC 对 就可以止血 另外也用于其他的 出血性疾病的辅助治疗 反正它就是 涂在哪 那就可以止血 不良反应就是 它是 让血栓不能溶解的 对不对 其实就是促进血栓形成的 那如果剂量大的话 可以诱发血栓形成 对 诱发血栓形成 这就是它啊 说到这儿呢 我就要提醒大家了啊 亚洲人都喜欢皮肤白 所以很多人会去 输一些什么美白针 其实那些美白针里边的 主要成分 就有胺甲缓酸 而它确实可以 促血栓形成的 所以 有风险哦 这个胺甲缓酸就是我们在用药过程中发现 它有这么一个作用 就被很多人拿来去用了啊 其实用它去做美白针 属于超说明中用药 说明书中并没有说 允许胺甲缓酸去美白 而且这个作用也有限 好了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止血药说完了 其实止血药我们就说了两个 一个是维生素K 用于低拟血因子所导致的 自发性出血 一个是涂在哪哪可以止血的 胺甲缓酸 给大家一个顺口溜 看一下啊 叫拟血霉源缺乏症 拟血霉源就是拟血因子 比如说拟血因子一就叫拟血霉源 就是缺拟血因子啊 拟血霉源缺乏症 选用VK来纠正 拟血因子合成多 肝功不良减效果肯定啊 肝脏负责合成泥血因子 结果它肝脏有病了 肯定会影响效果啊 接下来 鲜溶抗净引起的初血症 因为鲜溶抗净导致的初血症 暗甲缓酸 可纠正 作用较强 毒性低 血栓形成 要注意 好完成 OK 刚才我们说的是 止血药 也就是 促拟血药 说完促拟血的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 抗拟血的 也就是防止血栓形成的 那这个在临床上应用更加广泛了 比如说各种心血管系统疾病啊 有关心病的 为了防止心肌根子脑根子 用这组药用的更多 抗拟血药 临床上主要用于防血栓形成 以及阻止血栓的进一步发展 那么抗拟血药 包括的品种 来看一下 注射给的抗拟血药呢 就是甘素 以及低分子甘素 口服给的抗拟血营药 就可以长期用的是 香豆素类 代表药 化繁磷 还有就是 仅用于体外抗拟的是 聚烟酸呢 比如说我们去献血 那个献血袋里面 放着的那个抗拟药 就是聚烟酸呢 OK 聚烟酸钠不属于我们大纲要求的 但是我放在这里 大家有对比性 聚烟酸钠的作用机制很简单 就是把血液中的钙给落合掉 血液中的钙没有了 血液就不可以发生凝固了 因为钙其实就是凝氧因子4 也就是在血凝固过程中 是需要钙离子参与的 明白这意思了 二聚烟酸钠就是 落合钙的 因此我们就知道 如果大量输入库存血 会导致低钙血症 因为库存血里面是没有钙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从我们的命题角度 最常考的是这两个 也就是 甘肃和华法林 他俩对比着去学 因为他们俩就是对比着去考的 他们的特点都是正好相对的 我们先来介绍甘肃 甘肃他的抗凝机制 一句话 就是增强抗凝血煤3的活性 你要把这句话记住 中文叫抗凝血煤3 英文简称就会写成AT3 你要认识 请注意啊 甘肃的作用拔点是血 甘肃一定要 给在哪里面 给在血管里 因为他的作用 八点是血 血液中本来就有 这种抗凝血煤3 抗凝血煤3是血液中 本来就有的一种物质 甘肃加进去之后 可以使抗凝血煤3的活性 大幅度提高2000倍之多 然后由抗凝血煤3 去把血液中的 凝血因子都给灭火掉 从而让血液不能凝固 不能长血栓 听懂这意思了 好 所以再说一遍 甘肃的作用八点是血 是血液 是血液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只要有血 一加甘肃即可抗凝 所以这个甘肃啊 它的抗凝特点是 看体内体外 均有抗凝作用 不管是血在血管里 还是血抽出来了 加甘肃就有效 所以才得进卖给药啊 因为它的给到血里面 OK 它的抗凝特点是 三个关键字 作用强大 起效迅速 但维持时间短暂 为什么呢 就是几天之后就没效了 不超过一个星期 甘肃就会失效 因为血液中的那些 抗凝血煤3 都被甘肃给消耗掉了 所以就 没效过了 就是说 甘肃的作用会减弱 出现快速耐受性 所以甘肃是不可以长期给药的 它只是用于紧急情况 对啊 急性抗凝 比如说突然 心肌梗死了 过程动脉长血栓了 脑梗死了 脑血管里长血栓了 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给甘肃 明白这意思了 给甘肃可以 阻止血栓进一步的长大 但它对已经形成的血栓是无效的 总之吧 它可以防止血栓的形成和扩大 但对已经形成的血栓无效 要想使已经形成的血栓溶解 那得用绒栓药 对吧 令金梅 尿金梅 给 好 这是甘肃 所以甘肃的临床应用啊 我给大家一个关键字 叫仅用于 微重急症 用甘肃 长期抗凝 滑法灵 是这句话吧 好 那临床应用就是用于防止血栓 栓塞性疾病 看都是急躁啊 心肌跟死 肺跟死 外周静脉血栓形成 以及各种手术时的防血栓 防栓塞 另外用于DIC DIC的中文叫做 弥酸心血管内凝血 英文简称是DIC 这是怎么说呢 一旦发生DIC 就是离死不远了 就是所有的血液都形成了 小血栓 然后导致凝血因子的大量消耗啊 这基本上就是离死不远了 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叫 Death is coming 怎么说DIC DIC正在凝 正在形成血栓 我们可以给甘肃 就是用于DIC的高军期 当然它也可以用于体外抗拟 体外抗拟 比如说用于输血呀 体外循环呀 血液透析式的抗拟 总之甘肃是用于微重急症 都是要命的病 对不对 一般平时不用甘肃 而且甘肃不可以长期用的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不良反应 所有抗拟药 抗大法了就会出血 明白这意思吧 所以那个天平 我们的目的是把它调到平衡 抗拟抗大法了会出血 促拟促大法了会长血栓 明白这意思了 所以甘肃是抗拟的 所以如果剂量大了会导致自发性出血 它是生物之际 所以只要不过敏几乎无毒 但就是容易导致出血 对 所以甘肃的使用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在临床上甘肃的应用是考验一个医生 技术水平的一个治疗点 所以我这要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我觉得我这个总结还是怎么说呢 满 满可以帮到大家记得 我把它总结成四应该 四个应该 甘肃使用四个应该 好吧 只要给上甘肃 一定要严格控制剂量 应该严格控制剂量 第一个因 除了剂量之外 我们应该实施用药监测 就是应该实施用药监测 监测甘肃治疗的指标是这个 APTT 英文简称是APTT 中文名字叫免许时间 你就记着APTT就可以 然后第三个因就是 一旦出现了出血倾向 也就是过量了啊 一旦有出血了 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立即停药 第三个因 第四个因呢 就是一旦过量中毒了 我们应该给予解毒剂 那么甘肃的特效解毒剂 叫做鱼精蛋白 这要记住 硫酸鱼精蛋白入血之后 可以直接跟甘肃结合 是甘肃是火 好 这是我们主要要提的 所以我们这组药都特别有意思啊 比如说甘肃给剂量大了 出血了 可是甘肃药给不到位的话 这要血涮了 都很要命 甘肃属于高紧式药品 你知道的 高紧式药品啊 就是比较容易出现 用药安全事件的药物 其他的我们就不说了 它毕竟是一种生物质剂 所以有可能会导致过敏反应啊 过敏反应的表现 咱就不说了 群麻疹啊什么的 好 那下面来看一下 静止症 对呀 它当然静用于有出血倾向的了 本来就有出血倾向 你再一抗宁 好嘛 这致命了 可以导致致死性的大出血 所以只要有出血倾向的 绝不可以用甘肃 比如说有溃养病的 胃溃养 本来就老出血 已经有严重的高血压脑出血的 脑子正在出去 你在用甘肃 你是嫌它出的不够多吗 对吧 正在流产的 刚做了手术的 血我冰你的什么的 OK 我们说完甘肃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它的几个 同门师弟啊 就是低分子甘肃 低分子甘肃 它的药名好记 药名里面都带着甘肃呢 比如说 皮他甘肃 以及伊诺甘肃那 伊诺甘肃那 用的挺多的 低分子甘肃 相对于经典甘肃来讲 好用 好在什么地方 第一 更安全 更安全啊 作用更强 但出血的并发症更少 而且 用药很方便 不需监测 凝血时间 也就是不需要监测 那个APTT 不需监测 不出血 对吧 这多好啊 而且 生物利用度还高 半率期还长 所以现在 在临床上 低分子甘肃 几乎已经快要 取代掉甘肃了 因为低分子甘肃 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它是选择性的作用于 宁血因子10的作用强一些 而对宁血因子2的作用弱一些 就比较有针对性 给过 好了 介绍完甘肃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来介绍介绍这一位 香豆素类 应该说香豆素类和甘肃是一个好搭档 它们俩经常互相配合着去使用 我们来看香豆素类的药物有很多种 其实你需要记得就一个化繁磷 临床广泛应用者的就是化繁磷 其他都用的很少啊 什么双香豆素啊 粗销香豆素啊 新双香豆素啊 所有这些香豆素类药物啊 它们的作用用途都一样 仅仅是生物利用度不一样 作用快慢不一样 持续时间不一样而已 化繁磷因为生物利用度最好 所以用的最多 OK 然后我们从现在开始就以化繁磷 作为叙述对象了啊 我们先来说一下此类的药动靴特点 要知道化繁磷这个药物啊 它的药动靴特点 大家务必记住的一点 就是口服吸收 慢而不规则 而且特别容易受其他药物的影响 也就是它的吸收呢 忽多忽少啊 有很大的个体差异 但是它要是吸收多了 药小强了容易出血 吸收少了容易长血栓 后果严重 关键它 化繁磷事可多了 很多药物会影响它啊 而且你看它有 几乎百分之百的高血浆蛋白结合率 比如说它跟其他药物合用 其他药物也有很高的血浆蛋白结合率 那么它们就会产生竞争性抑制 就会产生竞争吧 增强血红蛋白 会导致化繁磷油力药量增加 而导致中毒出血 化繁磷的代谢是在肝脏 然后非常经典 筋肝代谢筋肾排泄 就是在肝代谢 筋肾排泄 那么它在肝代谢的时候需要什么呢 需要肝药酶 OK又来了 所以它要特别容易受各种肝药酶抑制剂的影响 肝药酶诱导剂的影响 因为它被肝药酶代谢 肝药酶活性强啊弱啊 会直接影响化繁磷 在体内的需要浓度 然后最后自尿排出 所以肾功能也会影响化繁磷 一般主要是肝对它影响 肾影响的几乎很弱 为什么呀 因为肝代谢完了之后就已经无活性了 无活性了 对 其中的促销相当素呢 大部分是以原型精神排出 我们把这儿呢讲到位一点啊 不是光积极字面意思就可以了 总结一下啊 华法灵特别容易与其他药物产生相互作用 它们的相互作用在于第一 很多药物会影响它的吸收 使它吸收呢 互多互少 需要浓度不稳定 第二 它容易被肝药酶的抑制剂 或诱导剂所影响 影响它的代谢 互快互慢啊 那就容易影响血药浓度 第三 它会被影响在血中分布 因为它容易被高血浆蛋白结合率的药物所影响 比如说ASP0 ASP0其实也有很高的血浆蛋白结合率 那如果两个药一起用 华法灵的优力药量会增加 就容易中毒 而且ASP0是抗血药板的 华法灵是抗凝血的 两个灵一起用 ASP0和华法灵一起用 特别容易导致出血 这个甘药物其实是影响代谢啊 也就是它的代谢容易被 其他药物所影响 这就是华法灵它的特点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不管在哪文课上 华法灵都是病体重点 好 说完它的这个体内过程 接下来看一下它的抗凝机制 抗凝机制反而简单 我们都说过好多回了 就是一句话 接抗VK 竞争性抑制维生素K的作用 说的准确点 就是抑制VK的 药药化酶的活源物 哎 这吹飞劲 你就记住 接抗维生素K就行了 通过对抗VK 抑制肝脏合成凝血因子 从而起到抗凝作用 哎 这就够了啊 来看一下它的抗凝特点 同样是抗凝药 它的抗凝特点是 只能在体内抗凝 因为它的作用把点是肝 是肝 是肝 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作用把点是肝 结抗VK抑制肝脏合成凝血因子的 体内才有肝啊 所以你体外呢 它有什么用啊 体内抗凝体外无效 这点与肝素相反吧 肝素是作用把点是血 只要有血 一加肝素即可抗凝 再看滑发磷的抗凝特点是 作用温和 体效缓慢 但是时间持久 所以它是可以用于长期抗凝的 比如说 就做了一些支架啊 就是关脉里下了支架了 也做了一些介入了 这些需要长期抗凝的话 包括防颤时 需要长期抗凝的话 用的都是化繁令 OK 所以它更多的意义是 预防血栓形成 明白的意思吗 预防血栓形成 它体效慢 这一点 使得它不能用于 极性血栓栓三星的疾病 对 起效慢 为什么起效慢 我们大家来理解一下啊 它要想起效 首先是不是等 血中现有的拟血因子 都消耗完了 然后肝脏又不能及时补充 新的拟血因子 然后血中的拟血因子 总体量降下来之后 它的抗凝硬作用 才会出现 所以血效慢 但是它作用温和时间久 对啊 这是它的特点 因此呢 因此它的临床应用 主要在于防血栓形成 所以一些急性血栓形成性疾病 我们最经典的一个联合给药 就是先上干素 再用化繁令 这一对好待到 比如说啊 比如说肾进卖血栓形成了 比如说这个防颤血栓形成了 我们都是先急性用干素 但是后面 用干素一个星期之内 必须接力 接力用化繁令 它俩之间要有一个重叠的 用药时间 两到三天的重叠用药时间 就像是这个接力跑一样 但有一个胶棒的这个过程 这是它的临床应用 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同样 过量了也会引起出血 不过这个出血 却远没有干素引起的出血 那么致命 那么致命 比如说 它主要是引起一些牙龈的出血啊 皮肤黏膜的欲点欲斑啊 等等 而干素那出血 可以导致脑出血 脏气出血 OK 会很严重 那么如果 化发绫用过量导致出血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们轻度出血 直接减减量 停停药 即可缓解 因为你只要化发绫一停掉 肝脏就能补充 合成一些免血因子 但是如果中中度出血的 我们就必须怎么样呢 解毒药 解毒药给谁 VK 所以VK和华法林是一对啊 他俩就是互相竞争性抑制的 补VK 促免血因子 合成 给华法林 抑制免血因子的合成 他俩是一对 实在不行 我们还可以补一些免血因子 就是输一些免血因子啊 好 这就是华法林 哦 对了 事实上华法林用药 也是需要监测的 华法林的监测指标叫 INR 英文简称是NR 然后中文名字叫 国际标准化笔值啊 解一下 国际 国标准值也行啊 全称是国际标准化笔值 简称国标准值 根据NR的指标来调整华法林的用量 这跟我们前面甘肃监测的是 APTT APTT的中文叫 宁血时间还记不记得 所以你看啊 这是华法林的监测指标 这是甘肃的监测指标 用的计量大了还是小了 就是用这些指标实施监测的 这样大家对比着去记 就比较好记啊 反正早晚都会记得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提这一部分了啊 应该说这儿才是正儿八经能显出我们药室技术水平的部分 显出我们能力的部分 也就是进行用药指导 实施这个药学服务的部分啊 我们来看一下华法林它的药物相互作用 你看了 首先你看 广补抗生素啊 甘药没抑制剂啊 如果与华法林合用 就会使得 华法林的抗凝作用增强 从而容易导致出血 为什么呀 你看 抗生素是不是可以破坏肠道正常菌群 导致长远性的维生素K的吸收减少 而华法林又是解抗为K的 你看 这个作用就叠加了 还有甘药没抑制剂 抑制甘药没之后 华法林的代谢变慢 代谢变慢 于是华法林的 在体内蓄积 血氧度度升高 作用增强 所以你看 总之 华法林血氧度度高了 它的后果是容易出血 至于甘药没抑制剂有哪些 这个我们总论都讲过了 什么红梅 环包 西洋梅 一箱 独作 葡萄罪 就这些 好 那么甘药没抑制剂 会影响华法林 同样的甘药没诱导剂 比如说二本 卡玛利 本巴比托 本土 因那 卡玛西平 利福平 他们因为使甘药没活性增强 所以会加速华法林的代谢 那么就会降低华法林的血氧浓度 后果就是 抗击作用被减弱 哎 抗击作用减弱却容易脏血栓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天平 找到这个平衡点 很难的 对吧 两个头偏了 后果都很严重 要么出血 要么脏血栓 另外就是 比如说宝泰松啊 甘药黄帝尿啊 其实还有 阿斯皮林 其实还有阿斯皮林 宝泰松跟阿斯皮林 不都是一类的吗 一类的 他们会跟华法林竞争 与血浆蛋白的结合 后果呢 是血中的华法林的 优理血氧浓度升高 药性要增强 抗击作用增强 所以也是容易导致出血 OK 所以这儿呢 说实话 我想 这张混同片 大家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 把它记一下 好了 那么这样 我们就把甘药和华法林 讲完了 这一对好拍档 我们有必要给它归纳 整理一下 给大家一个表格 大家看一下啊 甘肃的特点 抗凝作用特点是 强大迅速短暂 而华法林的特点是 温和缓慢持久 甘肃体内体外均可抗凝 华法林只能在体内有效 甘肃口服是无效的 但华法林就是口服的 甘肃必须注射给药 下面是机制 甘肃的作用 拔点是 血 直接使血中的 抗凝血酶 三倍激活 活性提高2000倍 从而直接灭活 血中现有的凝血因子 所以迅速起效 而华法林是 通过对抗维生素K 从而减少 干燥凝血因子的 合成量 使血中的凝血因子 总量慢慢的降下来 从而抗凝的 所以它的作用 拔点是甘 临床应用 甘肃用于 微重急症 用于急性的 血栓栓塞性疾病 以及DIC的高凝期 DIC这都是要命的 以及 体外抗凝 而华法林呢 华法林 用于 关键是防 防止血栓栓塞性疾病 如果是急性 血栓栓塞性疾病之后 是先甘肃 后 豆素 所以我给大家编了一个 受口六二 叫先甘肃 后豆素 豆素你懂的 双香豆素 不良反应 都是有自发性出血 不过还是谁 更危险啊 甘肃吗 药效更强则 毒性更大了 这是双刃剑啊 但甘肃过量中毒 会有特效 解毒剂是 鱼筋蛋白 华法林过量中毒之后 它的对抗药物是 维生素K 怎么样 这样一对比 是不是就记得很清楚了呢 最后这是顺口六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血栓疾病需抗凝 甘肃作用强快磷 抗凝适用体内外 鱼筋蛋白 结抗快 双香豆素 仅体内 过量中毒 加VK 菊原酸钠 仅用于体外 大量输血 防低钙 因为库存血中的钙 被菊原酸钠给 落合掉了啊 所以没钙 大量输出 库存血就容易滴血钙 这样大家记起来 就比较有 对比性哈 OK 好 这样我们就把 猝拧的 抗拧的 说完了 下面我们应该看的是 溶酸的 纤维蛋白的溶解药 简称溶酸药 此类药物 我们可能并不陌生 如雷贯耳 都叫什么什么煤 其中烈金煤和尿金煤 都已经快要被 长江后浪 拍死在沙滩上了啊 因为他们的 溶酸作用 叫非选择性 溶酸 就给了之后 全身的血管 都溶酸 所以有 特别大的风险 出血 就是出血风险 特别大 而现在的新药 像 阿提普煤 瑞提普煤 这些叫做 选择性 溶酸 就是哪有血栓 就融哪 没血栓的地方 就不融 所以它 不像 他们的前辈那样 有那么大的 出血风险 这是溶酸药 机制一句话 就是将 鲜溶酶原 激活为 鲜溶酶 然后 使鲜溶酶 去 溶解血栓 这就是机制 作用是使 已经形成的 血栓 溶解 这只有这类药 可以做到 虽然甘素 很强大 甘素也只能是 阻止血栓 进一步的形成 甘素起销 再快 作用再强 也只是让血栓 不形成 而它是让血栓 溶解的 那么它呢 应用生物质集 肯定得注射给药 静脉注射 主要用于 急性的 血栓栓 三性疾病 但是它只能用于 窗口气 窗口气 因为大家是 药师 所以不是医师 我不太给大家 强调这个 窗口气 要知道 血栓一旦 形成时间 时间久了 它就会激化 一旦激化的话 就融不开了 OK 激化之前 融栓式 才融得开 那叫做窗口气 这个窗口气 是很短很短的 吸气梗子不超过 六个小时 最好是两三个小时之内 脑梗子时间 稍微长一点 也是 几个小时而已 明白这意思了 所以大家只能用于 窗口气 比如说 你看都是 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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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版血栓形成 对 对 形成已久的 已经激化的血栓无效 然后它的不良反应 和菌济针呢 主要的不良反应 还是出血 那我想让大家 给这三个药排排队 尿金梅 炼金梅 甘肃 以及华法林 谁的出血风险 是最大的 出血风险 最大的就是 融栓药 融栓药 生物之际可以引起过敏 然后呢 如果你去局部注射的话 那就 你打到哪 哪就出血 可以形成局部血肿 比如说患者 本来 脑血栓形成了 结果你一融栓 最后死于脑出血了 对啊 可以使患者死于致死性的出血 就是它特别容易较往过正 经济症 所以已经有出血性疾病的 绝不可以融栓 融栓是需要 渗之而又渗的 比如各种各样的 已经有出血的 什么管 它是内脏出血 还是脑子出血 还是肠子出血 反正只要是出血 还是未出血 就不可以用 另外 严重的高血压 血压那么高 随时可以把脑血管 啪 撑破了 如果此时你去融栓 去血液就出的没完没了了 满脑子就都是血了 风险太高 关键是这两个字 严重 严重的高血压 糖尿病不要容 糖尿病的血管 这说破就破 或者是最近 用了其他的抗减药 比如说最近用过甘肃 用过华法林 这样的抗减药的 也容易导致致死性的出血 还有就是外科手术患者 三日内不得使用奔品 比如说昨儿刚做了一个 外科手术 比如说痔疮手术 第二天脑血栓形成了 可不可以溶栓 不可以 否则那口子就 哗啦哗啦开始出血了 这就是溶栓药 好了各位 这样我们就把本章 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板块 讲完了 下面我们来做几道题 这道题问 华法林过量引起出血了 应该选择的解救药 你就记住 华法林和VK是一对就可以了 答案是B 好然后下面 维素素K的解抗剂 你看刚才 是不是一对 维K的解抗剂是谁 华法林 再往下 临床上不能用甘肃治疗的疾病是哪一个 甘肃是干嘛的 是用于血栓形成的 是吧 它是溶栓的 这边都出血了 你用甘肃 你是这是要干嘛 要杀人吗 出血了 是不是要给止血药啊 要给止血药啊 可不能用甘肃 其他的你看都是栓 血管内泥血栓 那栓塞是吧 就是涨了血栓了才用甘肃 出血的时候可不能用甘肃啊 不然就连一丝生还的机会都没有了啊 就出着血 血还凝不住 好了 这样的话我们简单练几道题啊 后面大家再去 大量练习 来 来 来 。 来 , 来 来 来 , going ,来 сказал 去 最珍绍 柄 没事 感免得 切